中央從今年開始推動 以你維修的政策 和這些業者是批評說關心有多 而且太複雜 現在南大政府準備要出頭 來制定做低調的 改善老家人和老公對立的政控 報告特風也有不一樣的社員 稍後新聞查林做個來了解 有在人事的費用上還有排班 像就是加減都會有一些影響 像費用一定有增加 中央時事一例說 使用觀光有這麼多人動 如果是加班會派計算 就連辦公的制度也適合這麼多 只是說它現在規定的話 就是七天之內就是要有一天是立假 一天是休假 假如說它的休假的部分可以談掉的話 對公司這邊的話 我們要活用的時間會比較OK一點 從年齊開始鑽羅以立宿 讓這些入假批評政府插心製 在這些合作的規定 是讓大家都無散散 現在南大政府準備出頭 制定主題調理 中央班費用 通意解決1.5倍 提出的方案之類 除了假可以談掉 休假可以談掉 然後假扳費的計算也是統一 我是覺得說這樣子 對於資方的話 可能比較不會那麼複雜 然後它的價的部分可以談掉的話 對於勞方的話 他們如果說想要運用空間去親子活動 可以安排更多的休閒時間 主事條例要製成 主事條例先 我們任管理這個ID 以這個策略 我也製成 正對管理政府的主題調理 部分的公司表示贊成 不過要是有不同的社員 全球是有的行業 各班都沒有超過兩小時 各班費稍微1.3.3 起到1.5倍 比起原本的餘力稍微更加熱 我覺得加班的部分 因為我們都會 就像現在是4個小時內是1.33 那基本上我們加班都會在 不會超過4個小時 所以 就是 我覺得 統一1.5是 就是 嗯 沒有說 就是 對我們而言 就是 沒有必要這樣子 我希望呢 中央跟地方是同步調的 難道我們 南投的勞工呢 這個工作超過10個小時以後 也是領1.5倍嗎 那難道我們的勞工 要來跟中央來申訴說 這樣子是違法的嗎 管政府總要推出一粒稍微組地條 有人認同 也有人無意啊無意 如何在各行各業之間 找到最好的出路 要是需要管政府各種用好花宿口 接著我們上參謀報道